各位目口网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马哥 欢迎来到SpinBoot深度事件的第四节 SpinWeb MVC的核心 今天所讲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点是理解SpinMVC的架构 那么这个架构我会从Servite时代 一直演变到SpinMVC的架构的一个演变情况 以及为什么Spin架构会这么去做这个调整 第二部分是关于认识SpinMVC 认识SpinMVC其实有几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讲解SpinFamework 也就是Spin的框架 为什么我这里要强调SpinFamework呢 其实我们对SpinFamework的一些实现 产生一些误区 以至于导致后来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都以为是SpinBoot的特性 其实不是那么尽然 当我们深入了解或者是重新认识SpinVC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其实SpinBoot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内容 因此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说 关于SpinBoot如何简化SpinVC的相关特性 具体什么内容我们后面再继续沟通 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课堂总结